字幕提供 這間房大約五十多呎 住了我、太太和嬰兒 最難用是因為間房時有個轉角位 床又凸出來 令整個衣櫃回半邊的門 可以打開 生了小朋友時 尤其是多了很多垃圾 很多櫃去放東西 但仍然不夠位置 真的想不到可以怎樣製作 因為每一寸的空間 基本上我們都已經擺放了東西 平時如果要工作 拿東西就要趁阿B不在 就因為要先搬去那張床 有時他一笑、哭 他說每一句話 就會成為我們全家人的話題 最想可以騰到空間 讓我們一起玩、一起休息 都想自己的小朋友 又發揮自己創意的小宇宙 你看看多漂亮 最方便是一打開 就可以找到自己想要的東西 之前實在是要移開一張床 收拾好一些東西 組織後 我覺得空間多了很多 東西很有條理 例如說 這裡是一塊、那裡是一塊 最喜歡的就是 有自己一個角落 可以把自己工作上的東西 可以放在一個角落 很方便地做到東西 哇 整齊很多 以前覺得 經常都要用盡每一寸的位置 去擺東西 就叫做修好事情 但原來將東西分類 去擺好 反而會投入更多的空間 出來生活 跟小朋友一起玩 成長的空間 是很重要的 現在有個地方 真的屬於他的位置 我一個小朋友 其實可以很簡單 給多點時間去陪他們 看著他們成長 開心的時候 跟他們一起玩 照顧一個小朋友 是不容易的 如果有一個空間 有一個房間 是屬於我們一家三口的 可以陪著他成長 其實是一件很幸福的事